警铃大作围堵脏车 远近朝着车子开枪 冲上前打开车门 嫌犯还是不肯乖乖就反 驾驶被拖出车外 压制在地双手上铐 新北市永和区永征路上 晚间传出警匪追逐 警方连开七枪 将裸着上身的寄信驾驶 和车上另外一名马姓女子 逮个正着 因为两人聚简逃逸 还冲撞了十多辆汽机车 撞到我的右前方 我的地方右前方 就停下来了 因为我车子也受损蛮严重的 他就停下来 然后就撇到右边去了 那前面有警察我高超 他就往后倒退 见到爱车 遭嫌犯撞得面目全非 车主纷纷赶到现场 造势轿车留在现场 车身还有开枪痕迹 永和警方九号晚间九点多 巡逻冤警发现一辆 来自彰化的可疑脏车 赶紧上前拦阻 但车辆不停还冲撞远警 警方赶紧派出 二十多名快打警力 撇到该车得手之后 就从彰化 那个驾驶该失卸车辆 到永和来找他 两天前刚认识的 一个女性的网友 见识人员车内车外踩这一遍 没有发现车上有违信品 记性驾驶表示 自己从彰化偷车北上 是因为想见女网友 但开着张车去捡头衣 这下恐怕恋爱谈不成 还得吃上劳烦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